好 秀琳 相待会第二十二届第一次的定期大会也正式召开 乡长王玫瑰率各克市主管列席 在乡长施政报告当中 乡长王玫瑰说 编列112年度岁入概算 即编列5亿5576万5000元整 在既有施政的基础上 广纳民意 体认乡亲的需求 积极开拓服务的空间 为乡亲谋求更大的福祉 修林乡美代表会第二十二届第一次定期大会 修林乡美代表会主席陆宁表示 开议期间 代表会同学们能够做好监督的工作 并且提出建言 共同来为修林乡工作来努力 对各项施政能及施进策 提出建言与监督 而公所各项施政能够与代表共同协调 以符合民众的需求 以期待 最后祝大会圆满顺利 各位女士先生诸事如意 一切平安 早上的议程为乡长市政报告 现在宣布会议开始 修林乡美代表会 首领者科科斯主管出席在乡长市政报告当中 并且说明年度编列预算以及支出的成果 在既有的市政基础上 广难民意 体认乡亲的需求 积极开拓服务的空间 为乡亲谋取更大的福祉 不论在工程上 以及强化老人与孩童的社福网 以及加强推动全乡公论景观公元化等等 工作能键段 成盟全体的代表能 对美规推动各项的政策跟建设 给予指导和鼓励 让乡亲的工作都能够顺利的推动 美规仅代表 很丑全体同仁 表达与众感谢 另外自112年1月1号 到112年4月12号为止 各项规费既收为215,373元 另外在第一次 第二次产业回馈金会议当中 并且在112年2月20号 以及4月10号召开之后 审议和平回馈金法规修订案 计三件全数通过 经济部水及水粮保护器 5年未执行中程案 瓦南村排水沟加盖工程 经费纪新台币84万1437万元 明耀湾社区挡土墙 以及排水沟改善工程 经费有79万290元 崇光社区排水沟工程 经费纪78万4622元 计三案已经提报计划到县付审议 记得将你休想不到